所以通貨膨脹跟通縮 都是一個預期心理 這預期一旦產生 要扭轉 真的很難 教授怎麼觀察 這個歐元區 歐元那麼弱 歐元底也代表 岳老師你的學歷在崩盤 越來越低 我在歐洲讀書的 那麼學歷已經崩盤好幾次了 現在主要問題 我必須坦白講 歐洲的經濟情況不好 是 整體來講的話 經濟情況最不好的原因 其實是政治跟社會的因素 就是ECB要求他們所有的政府 三頭馬車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這個IMF 就是國際貨幣組織 還有歐盟 以及這個ECB要求 歐洲要求 所有經濟情況不好的國家 要進行內部的財政改革 講好久了 講好久了 但是改不小 改不下去為什麼 工會的力量太大 民主的力量太大 那麼這一次的話 這個通貨緊縮 它的原因蠻好理解的 就是因為能源的價格下滑 所以剛剛這個大佛 做了很清楚的解釋 那我對整體事情來看呢 我是一則一喜一則以憂 對 喜是什麼呢 喜是因為啊 這個原來就是剛剛主持人也提到了 就是在整個ECB啊 就是德拉吉啊 跟這個德國之間 為了要不要採行量化寬鬆的問題 縱使你剛剛提到說是 他不想要買哪一國家的債務的問題 但是他有一種歐洲共同的貨幣機制 對 他就按照這個情況來買的話呢 希望能夠增加各國的貨幣 就是歐元的 就歐元區的流量 它的那個喜就是說 原來呢全世界我曾經說過 最反對啊 這個印鈔票的國家啊 就是怕通過貨幣的國家啊 一個就是中華民國 一個就是德國 是 因為這個一次大戰以前的德國 跟二次大戰以後的中華民國 都面對這個慘境 完全是非理性的 所以 德國非常反對印鈔票的概念 而實際上的這個QE政策 它在美國的成功啊 未必啊 能夠這個真正能夠複製 所以喜事喜在哪裡呢 就是說 德國這次啊 他的態度上 他找到一個解釋的理由 對 就是油價便宜了 我們可不可以印鈔票 讓大家比較感花一點 對 這個 優是優在哪裡呢 這個優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美國能夠成功的策略 日本未必成功 在歐洲也是未必成功 因為在經濟學的理論上來講 印鈔票救經濟是很難理解的一件事情 對 沒有人可以就又嘗試來思考 所以這裡出現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覺得美國的成功 實在是得利於美國的政策 它吸引人才的政策 美國長期來講 把世界上所有有創造能力的人才 都吸引過去 歐洲剛好相反 歐洲的移民政策 是把全世界最苦的最窮的 內戰發生的人都吸過去 黑人 非洲黑人 跟膚色不一定有關係 但是比如說 去利亞在內戰啦 它那個船就開到意大利去了 所以兩個地區 在吸引人才的方向不一樣 這個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說 一個錢多的環境 如果透過創意的發揚 它可以把一塊錢當兩塊用 甚至當三塊 四塊 五塊用 對 如果在一個沒有什麼創意人才的地方 大家每天等著失業救濟金 一塊還是一塊 那麼就是越來越保守 越來越不趕花 欸教授